今天是迪士尼乐园开幕之后首个周日 再加上是中秋节 不少市民都留在乐园内上月 我们的同事余安琪现在就在迪士尼 余安琪,你那边的气氛是否很热闹 对,温志雲 其实从今早开始 大批市民都来到迪士尼乐园这里玩 有些还更加带电子灯笼来准备应下节 不过迪士尼就贴出告示 就说明这里是不可以点蜡烛的 而部分市民就在下午四五点开始 陆续来到迪士尼正门外面这里 准备夜晚上月和看烟花 迪士尼开幕提供了一个新景点 给一家带小过中秋节 大批市民到迪士尼感受欢乐气氛 邓先生和十几个亲友打算留到夜晚上月 园内不准玩蜡烛 他们就带了萤光棒和电子灯笼玩 开心的嘛,小朋友来这里 是不是? 那今晚就继续有什么活动? 今晚看完烟花,是不是? 我们来看烟花的,我们很喜欢看烟花的,是不是? 天气时情时雨 不少父母都怕子女晒伤 有些甚至租駕手推车给子女坐 乐园里面仍然周围都是人龙 教授欢迎的机动游戏 要等近一小时才可以玩 怕热的小朋友就要出进法宝了 最终要玩花丝高年踏车的,我有少许愿 没有玩法啦,想玩啦,现在是这么多人的啦 有内地旅客专门来迪士尼 打算一路看烟花,一路过中秋 可惜订不到酒店,唯有提早离开 迪士尼乐园提醒市民,园里面不可以点蠟燭 乐园的关门时间和平时一样,是晚上九点 迪士尼乐园今晚九点正就会放烟花 之后乐园就会关闭 不过市民还可以在迪士尼乐园正门外面 继续上月和到中秋节